如果她不成功 你就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 结婚 她一定会成功 是喜欢人家 是 她不知道我喜欢她 也还不是我的女朋友 人还没追到手 就投两千万 我听说你投了一个小姑娘 叫季欣 我投赐她 是因为我认可她 从我们韩家的孙媳妇 所承担的责任 不是一般的女孩所能承受 由谭松韵 徐凯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爱情剧 你比星光更美丽 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季欣在自己生日当天 得知了邵依晨和魏秋子交往 那一刻她才明白 两人是真正的分手了 季欣在悲痛之下 面对韩婷的关心和送她的礼物 两人直接疯狂一夜 季欣很是后悔无奈 怕别人说她靠关系 于是一直躲着她 但韩婷是认真的 多次追问两人的关系 此时 季欣也终于在事业上做出了一些成就 之后两人一起 处理了一起医疗事故 参加了宴会 终于是敞开心扉 正式走到一起 但曾迪知晓这件事后 疯狂地嫉妒着季欣 于是她找到了韩婷的竞争对手 和韩婷的堂姐 三人狼狈为奸 决定开始搞两人 曾迪告诉季欣 韩婷给她投资 只是为了利用他们对付堂姐 她觉得 韩婷隐瞒了她很多事情 没有安全感 于是更改了公司的股份 曾迪又将季欣暗中变更股份的事情 告诉了韩婷 韩婷比较成熟 知道后也没说什么 两人大吵一架 这也让季欣明白了自己的任性 决定从公司辞职 也和韩婷正式分了手 一段时间后 韩婷对行业的规划 再次吸引了季欣 她也被韩婷聘为副总裁 但这又遭到了韩婷竞争对手的眼红 于是绑架了季欣 阿经 我会发生了医生 坚定 我会发生的 我会发生的